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央视新闻报道,今天上午10时左右,四川雅安与城区榆林坝发生了一起悲剧。 十余名游客在此地拍照打卡时,遭遇突如其来的涨水,导致多人被冲走。 截至目前,已确认至少五人不幸遇难,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。 此事件再度提醒大家在旅游时尤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 请游客们切勿冒险,特别是在涉水照相时要格外小心。 当地相关部门将全力展开搜救行动,并对河流进行安全警示,以确保游客的生命安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